這個呢是MAT-40 它的900S 900的晶片 是臺灣的 但是來看到了 是來到了900S的 這個最新的MAT-60晶片 就是變成了中國大陸製造 而且是中芯的晶圓 他們的一個代號 那個JTFQ 對 亮哥你怎麼看這個 然後還有我們再回到上一張 美國現在就是兩種意見 因為有人講說你就好 再不要這樣子 管制成這樣子 但是也有一些意見說什麼 像石橋集團 他就說應該要加到力道 來進行管制 譬如說對華為 然後呢晶片戰爭作者米勒也說 應該要進一步 縮緊出口的管制 不過這兩個人就是 對人類的科技史沒有獨透啦 講白了就是這樣 那你怎麼不去講GPS 為什麼沒有辦法壓制北斗啊 你為什麼不去想一想這個事呢 而且半導體是一個 全球性的產業 沒錯 GPS那個還是少數國家才有的東西 那個中國的北斗根本無處學啊 你怎麼學 對啊 這個半導體到處都是 你剛剛講的梁夢松 人家就是專業出身 專業的 他有完全的經驗對不對 他真的要挖腳 挖到的人才可多了 梁夢松就要挖腳了 對不對 那蔣上義是走不同路線嘛 就後來離開嘛 因為蔣上義是要做先進封裝 那後來他到台積電 先進封裝也做出來了啦 可是梁夢松就是要攻高階的晶片嘛 那蔣上義是認為那條路太難了啦 對 那人家就是做出來了 是 所以我是覺得 我覺得這個就是很可笑啦 那個Chris Miller 只是一個三十幾歲的一個學者嘛 那你就只有研究晶片啦 你研究過別的科技嗎 有哪一個科技被圍堵成功過的 你告訴我 要說對中國的 對全世界都一樣啦 我跟你講啦 你也不要以為原子彈就是在美國做的 是 納粹在做耶 是是是 是納粹破壞猶太人 所以猶太人都跑到美國去了 不然我跟你講 而且還有另外一個原因 因為納粹不喜歡量子力學 就是希特勒啦 事實上這個有一些偶然的因素啦 不然 整個量子力學跟核化學 核物理 在德國的發展是超過美國將近五年耶 是是是 所以你怎麼說 就是我美國才能做出原子彈 你自己讀點歷史好不好 對啊最近奧本海默在大陸也蠻紅的 對我覺得我的意思就是說 當然就不是這樣 那美國當然有幸有了奧本海默嘛 因為奧本海默是一個很厲害的 企業的組織家嘛 沒錯 他把兩萬人組織起來 然後在那邊進行做一個project 這難度很高嘛 對不對 我們只是 這個插播一下 不是在跟你講 中國大陸突破過多少科技啊 量子電腦 對不對 然後 GPS就北斗北斗威脅 原子彈 氫彈 那所有的軍工哪一個不是突破 他哪一個軍工是學你的啊 對不對 那你整天到晚在那邊講 結果人家殲20 殲20 整個的那個動力的級別就是F22的級別 不是你F35啊 所以美國的軍方就會開始忐忑啊 讓超高音速導彈啊 多咧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有這種想法就是太天真嘛 我坦白說 根本就是要為自己找下台階啦 因為他的書才出版兩年啊 對對對 就被人家突破了 那怎麼辦啊 太丟臉了 所以我是覺得 我是覺得這個 當然在美國政府內部也不會立刻有一定的意見啊 那你就會看到他又在那邊搖擺啦 你知道 因為美國的貿易戰跟科技戰就是一直一路這樣搖擺走來嘛 因為他 這個有時候我講白了啦 也是在試你的金糧啊 搞不好你被我一拳打死 因為以前打日本你就是死啦 他從來沒有碰到對手 這個是對手 每個人都立刻讓步嘛 沒錯 日本也一樣歐洲也一樣 對啊 我講的是貿易戰 科技戰 科技戰 你看現在有哪一個國家人跟你美國競爭 沒有 現在就只有中國大陸 本來就是啊 就是半導體跟AI嘛 就是人工智能 這兩個領域 美國沒有對手嘛 他的對手就只有中國嘛 對 所以你看 那個英特爾他就想到說 那那個AI的那個商務運用啊 生活運用啊 我們搞不好會輸中國 因為那邊的人口那麼大 那他們在使用 人工智能 這麼熱衷 所以人家有的那個母體樣本 會比你大 對 對不對 所以你去看 那個百度 那個文西議員 出來了 很多啦 很多都在做 對啊 他們很多都是 一出來就是百億級的樣本 那這個百億級的樣本 全世界有幾家公司 你自己去算嘛 沒錯 那這個中國就 很容易到達百億級嘛 對 因為他的市場規模就是這樣 倍速很大 所以 我覺得比較 比較務實的啦 坦白講啦 我看過 美國的科技界 只要是創業者啦 領先的精英啦 比爾蓋茲啦 佐克伯啦 哪一個人是像你們這種立場 對 沒錯 所以一定要把它圍堵 他們就覺得很可笑嗎 他們都很了解嘛 怎麼圍堵 是 科技這種東西怎麼可能圍堵嘛 對啊 對不對 對 比爾蓋茲曾經就說 你不要打壓華為 因為會有更多的華為出現 而且華為還 因為被你打壓嘛 被迫 自己比如說要做鴻蒙 對不對 那鴻蒙人家 就是科技會自己找自己的路 的意思就是這樣 就是說 鴻蒙一開始 也許只是為了安卓那個 手機的軟體嘛 可是後來就發現 他不只做手機啊 他就慢開了 對 他也做到 那個電動車的智能平台 也做到家居的物聯網平台 對不起啊 那 這個就是他的發現 所以亮哥就曾經 在國際直播對於說 他 要怎麼形容華為這間公司 這個就叫做 未來科技公司 這什麼意思 因為那個孟晚舟最近 他六月有一個演講 他就說華為現在是在做什麼 在做數位化 智慧化 低碳化 那請問這是什麼公司 這都是很未來創新的公司 你已經不能夠說他是手機了 他不是手機了 他是智慧化 數位化跟低碳化 嗯 他現在也在做那個儲能系統 對啊 在阿島 蘇地阿拉伯已經得標了嘛 對不對 那那個又跟雲端有關 這個一定 智慧化就是人工自然嘛 那數位化 就是他的5G的通信 然後現在又加上 手機只是一個運用而已耶 我講白了 所以我覺得這家公司已經就是代表未來科技了啦 我只能這樣說他啦 因為他在數位化 智慧化 低碳化的這三個大的趨勢裡面 他說他們要做的是根技術 他用的詞是root 就是最根本的技術啊 你就知道這個公司的野心有多大 是令人佩服了 對啊 所以亮哥也特別提醒說 欸華為呢其實有比美國 因為有兩個技術 美國根本沒有 第一個是5G 第二個就是智能平台 這些東西美國人就沒有 你到底要怎麼打壓他 對啊 那所以呢華為現在 你看鴻蒙有沒有PC版 華為的前高管王成路 就有網友問他 他說2024年就有鴻蒙PC的版本 然後呢 這個鴻蒙啊 或者是他們智能車 也跟很多的這個車子 電動車合作嘛 比如說余成東自己也說了 跟奇瑞要合作 自選車 那這就是對標Model 3 等等 另外還有呢 華為Mate 60 Pro 他好評率高達99% 然後呢 對蘋果來講 也會有很大的一個衝擊 比如說蘋果14 我們剛才已經說了 他的效能已經跟蘋果14一樣了 然後蘋果14呢 全面大降價 包括呢 iPhone的14 Pro Max的 1TB頂配版呢 價格現在是1萬多的人民幣 比原價便宜2000多的人民幣 就是在Mate 60 Pro出來之後 他降價了 然後呢 蘋果也很緊張嗎 15號的這個 哇這降很多 對 降很多 我剛才講 那降了2000多人民幣 再來另外一個是 8月30號 iPhone15呢 說我自己啊 在9月13號要登場的 iPhone15 那通常都是提前一週 才會公佈 現在也提前兩週 而且就在 這個華為宣布的隔一天 但是呢 這個就人家講說 你的這個電池容量 只有多了2%而已 其實被講說 有真正改版還是明年了 讓你怎麼看 對美國 iPhone的衝擊 因為iPhone15 極了嘛 他一定要趕快推出來啊 不然 華為 因為華為基本上 他賣6999 這已經是最高階了 對對對 那還是比iPhone便宜嘛 對不對 可是 大部分的人坦白講 12G 512G就夠用了 很夠了啦 對不對就夠用了 那我如果買了華為 Mate60 我怎麼可能買iPhone15 因為他一台也是 6999 這有替代效應嗎 也是有替代性 我至少要用個兩年嘛 對不對 那這個替代性就很強嘛 所以 iPhone當然會緊張啊 萬一給你鋪貨 我鋪貨到一千萬隻 那我就少掉一千萬隻啊 對沒錯 所以他當然要追嘛 不然 當然這個就是有點在考驗 華為的鋪貨能力 對 供貨能力 不是鋪啦 供貨 供貨 那就是這個就是 要造得出來啦 關鍵就是中芯國際的晶片 能不能這麼快嘛 對不對 那事實上我跟你講 上面那個 我們講那個 哪一個 華為在做那個 那個 鴻蒙式的 車子 智能系統 跟奇瑞的 我跟你講你現在只要在中國道路 開過車 你就會發現 他們幾乎把車子 當作一部電腦 所以跟那個德國人 已經沒有辦法理解這種車子的概念了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我知道 那中國人現在如果去開德國車就會覺得 這車怎麼那麼笨 怎麼都沒有那麼先進的這些東西 我覺得他已經習慣 他是一個電腦的介面 然後他是要跟他很多東西都要連線的 包括手機 對 那他也會有一支可以遙控的 那就要跟你家很多東西要連 就萬物互連 對對對 他已經是這樣的概念了 那 本身那個 所以為什麼那個 我們講那個新能源 那個 智能 新智能車 他本身用的晶片 為什麼會越來越大 越來越多 因為他需要的效能很多 對 可是這種晶片 中國全部都可以自製 就不需要什麼武奈民心奈不用 這個只要28就可以了 夠了 大陸可以做 都可以做 可是呢 就是他已經 我覺得他已經在形塑 人們開車的一種未來的文化 對 未來的科技整合的平台 那車子 作為一個科技整合的平台 他未來可能會超過手機 所以你去想想那是什麼生活 老實講 我們在台灣還不能體會 我們已經跟中國大陸都是用華語 對 我們還不能體會 因為我們就東西沒有辦法進口 是啊 是啊 我跟你講他現在進口 也沒有辦法在台灣 立即可以用 對啦 因為你要接很多東西 我講白了 這個系統是要建置的 那不只是什麼書店的電裝 不是那種而已 還包括各種 我們講這個要有感應器 要能夠有人工智能的對接 對 那種東西要非常的多 所以你去想一下 你要建構這樣的一個系統 所以我的意思是 他華為就是在建構一個鴻蒙的生態系 那這個生態系就是未來他是可以 整個出口的 對 你知道嗎就是 有人如果去中國 發現這個生態好 因為他在美國看不到 在德國看不到 那他就會整個搬進去 我認為第一個抄襲的 搞不好是中東 有可能 治未成 因為他願意全面接受 對 這種概念 所以就包括手機啊 儲能啊 物聯網系統啊 還有電動車 全部都進來了 哇 這真的是嚇死人了 對啊 那這個是這個美國逼出來 更強大的華為 以前呢我用你的這個 Android系統等等的 我們一起互利啊 大家有錢賺 就你搞了半天你不讓我用 我創造出來七億人在用的 這個鴻蒙系統 那分的是什麼 分的是美國的 而且未來不是只買一支手機 對 是買整個系統 整個生態系 手機也要買啦 包括這個 車子 車上的系統也要買 手錶也要買啦 因為車上的系統是可以分開賣 對對對 所以相當可怕 就是很可怕 然後但是你可以看到 現在呢 這個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 他回國之後現在被說 你難道翻你不認人嗎 他接受CNN的訪問啊 等等的訪問 他說什麼呢 他說呢 美國要正在對中國大陸的 半導體設下銷售的禁令 扼殺中國大陸軍事的能力 他提到什麼呢 說不會賣給中國大陸先進的 半導體的晶片給中國大陸 那而且呢 也說要擔心什麼提升軍事的能力 那雷蒙多還表示說呢 現在中國大陸啊 這個經濟啊 是在下行放緩的 說什麼無庸置疑 還說呢 中國大陸房地產真的面臨到 真正的重大挑戰 亮哥你怎麼看雷蒙多的 這個回國之後 又開始說這一套了 坦白講這個也不是他的專業啦 這個實在是 對啊 中國大陸現在的問題 當然他房地產呈顯出 他這個銷售不好嘛 那有一些房企 碰到了這個現金流動的危機 這是事實嘛 那重點是 你把這個現象 看成是什麼東西的表現 比如說有人就會認為說 這個就是一場大病 所以你大概就是 財務都要緊縮啦 那這個就是日本病 有人診斷嚴重的 就是說這是日本病 可是你要知道 當年日本的房市啊 整個蕭條40到60% 而且不是只有房市蕭條 對 他所有的東西都萎縮啦 都貶值啊 那看不到任何一個部門在發展 嗯 我並不認為我在中國看到這個現象 對啊 比如說我看到 星巴克也在擴電啊 對不對 麥當勞也在擴電啊 然後 汽車還賣得正好 那個迪士尼的業績 他的全世界的業績增長 是為什麼 就是因為中國大陸的業績增長 是嘛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就是他事實上就是 房市的一個現象 對沒錯 那當然這個歷屆政府 都有一定的責任啊 就你以前槓桿放太大嘛 那有一些房企有 不負責任的行為嘛 可是總的講就是 他的這個我們講就是流動性變差了啦 所以中國大陸你說他有沒有在面對 有啊 他就這個這個 認訪不認代啊 認訪不認代啊 就是降低首付的比重嘛 對不對 然後降低利率嘛 對 所以這個就有可能會增加一批消費 點火 這等於是點火啦 就是我至少要讓 房市不要再低迷了啦 房市不要再低迷嘛 對啊 有信心嘛 那有人在那邊 可能在巴望著 說欸中國會不會跌跟日本啊 那房價搞不好可以跌30%啊 那你如果等 你可能就永遠都等不到啊 對 因為目前中國大陸 確實有一些地方 可能房市跌十幾% 是真的啊 那可是你如果還在等說 他還會再跌 搞不好你就永遠等不到 對 那這個時候還不進場欸 那你這個時候 你還不進場 你就丟掉了這個機會啊 因為我覺得 為什麼人家會有這個觀點 因為發現中國的儲蓄率還是高的 對 事實上企業跟消費者 都把錢放在銀行 他不願意消費 不願意投資嘛 是 所以他就在看政府 坦白說啦 這也是很多人在巴望著政府 是不是 就是再拿出胡錦濤那一招啦 這個大水慢灌的刺激措施啊 然後房企又盤回來了啊 那我認為習近平不會這樣做 是不會這樣子 那可是他也不是不知道這問題 所以他會不斷的提出一些 鼓勵消費的措施啦 然後他也去參加那個國際服務的大會嘛 對 他也說他要放鬆服務業讓外資進來嘛 我覺得習近平的想法大概就是 我提出鼓勵消費的措施 那認防不認戴這只是其中一項 那另外就是 我還是鼓勵外商來當火車嘛 火車頭啦 就是希望大家優質的服務業就進來投資 那他應該還會再繼續比如說降息啦 降低存款準備啦 然後讓企業的融資變得比較方便 我覺得他比較可能做這些動作啦 那這個坦白說就是需要時間啦 因為政策下去了你大概要半年左右 你才會看到那個效果出來嘛 大概是這樣嘛 對那所以呢你看西方不斷炒作說 中國大陸經濟不行了啦 但是亮哥比較用專業的分析告訴你說 其實呢要比較理性的看待一些下行的狀況 中國大陸也看到啦 你去看碧桂園就最清楚了 碧桂園今年最低點在港股是0.7 然後摩根大通在0.84的時候進場 對啊進場可多的咧他 對不對他進場買了1.1億股 對啊 那持股就從4.4%多變成5%多 那現在是回到0.89 對啊就穩了嘛 就開始往上嘛 所以我是覺得很多事情可能 你如果說恒大那我沒話講 恒大確實比較困難 可是其他並不是如你所想的這樣 對 所以呢我們要理性看待一些狀況 中國大陸也看到這樣的情形 所以呢他不斷的做一些 讓大家挽回信心 那敢於消費 然後呢也對於房地產 也有一些相關的做法 那所以可以看得出來 中美經濟誰能夠站到最後 或笑到最後呢 值得大家的關注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專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由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他 稱他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層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要食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Fulfil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何外的選控 請下集中